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 产 粪 知 搭 但 号 购 收 成 事 干 流 定 力 粪 味 下面我们再来一起读一读词语 这里面都有多音字 可要把字音读准呀 好课 重葡萄 水分 葡萄干 把生字和词语送回到课文中 自己来读一读课文 一边读一边想一想 你喜欢葡萄沟吗 说说理由 开始吧 你想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有位小朋友他特别喜欢葡萄沟 因为这里出产不同的水果 他找到了第一自然段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新疆图鲁番 有个地方叫葡萄沟 那里出产水果 5月有桑圣 6月有杏子无花果 到了7月份 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 同学们 我们来看 一年有12个月份 在葡萄沟 有好几个月份 能吃到不同的水果呢 我们借助图片 一起来说一说 5月有桑圣 6月有杏子无花果 到了7月份 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 同学们 你们知道吗 在新疆 有很多很多的水果呢 比如哈密瓜 苹果 香梨等等 几乎全年 都有不同的水果成熟呢 同学们 带着这种喜悦之情 自己再读一读 这个自然段 还有一位同学 也很喜欢葡萄沟 她的理由 她的理由 不一样 我们一起来听 我找到的是 葡萄沟 你看 作者展开想象 把茂密的枝叶 搭起来的样子 想象成了绿色的凉棚 让我们的眼前 让我们的眼前画面感更加清晰 更加生动了 你自己 你自己 再读一读 这句吧 同学们 我想很多同学 都很喜欢葡萄沟 是不是都喜欢这里 五光石色的葡萄呀 你是不是也找到了这句 我们一起来读 葡萄一大串 一大串的 挂在绿叶底下 有红的 白的 紫的 暗红的 但绿的 五光石色 美丽极了 哎 五光石色 是什么意思呢 要想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 文中给了泡泡提示 我们可以联系上文 课文中上文写到 葡萄有 红的 白的 紫的 暗红的 干绿的 颜色可真多呀 用上文中一个词 就是 五光石色 那么 五光石色 让你想到了 什么样的画面 自己先说一说 我们来听听 伙伴的想法 五光石色 让我想到了 葡萄颜色很多 品种也很多 而且 在阳光的照射下 闪闪发光呢 哎呀 那得多么美丽呀 自己 赶快再读一读 这句话 让我们 赶快去欣赏 这五光石色的葡萄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里的葡萄像珍珠像玛瑙 多么美丽 我们跟着小伙伴再读一读这句 葡萄一大串一大串的挂在绿叶底下 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 五光石色美丽极了 还有位同学他也很喜欢葡萄沟 他不仅喜欢这里五光石色的葡萄 还喜欢这里热情好客的老乡 他找到了这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 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 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 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 让你吃个够 这里面藏着一个生字 够字 你能不能结合你的生活 运用上构字 说一句话 我们来听伙伴的分享 要去秋游了 妈妈给我准备的东西足够多 哎呀 你快看 维吾尔族老乡拿出的葡萄 也足够多呢 所以说他们热情好客 那么你能说说热情好客是什么意思吗 我们来听伙伴的想法 课文后面写道 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 让你吃个够 那么我觉得热情好客 应该就是愿意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分享 那么在你的生活中 能够了解词语的意思呢 那么还有一位小伙伴 他很喜欢葡萄沟 因为他喜欢这里的葡萄干 找到了第三自然段的内容 快自己读一读这个自然段 了解葡萄干的制作过程吧 你了解了葡萄干的制作方法吗 老师这里提供几幅图片和几个词语 你能不能按照葡萄干的制作过程 来把它们对应好并排排序 你排好了吗 是不是这样的 来听一位伙伴介绍葡萄干的制作过程 制作葡萄干 需要先把葡萄运到山坡的料房里 然后把葡萄挂在架子上 利用热空气慢慢蒸发水分 最后就成了葡萄干 我们再通过视频来了解葡萄干的制作过程 女人们正在绿油油的葡萄架下 采摘熟透了的葡萄 男人们则在量房里将新鲜葡萄挂在杆子上 制成最具吐鲁饭特色的美食 葡萄干 在自然风与阳光的共同观照下 挂在量房中的葡萄 一点点脱去水分 一点点浓缩糖分 也一点点完成着自己从新鲜水果 向特色干果的身份蜕变 屠鲁饭人 可真是聪明能干呀 难怪人们都说 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那么学习到这里 你能不能再说一说 你喜欢葡萄沟吗 把理由说得更全面 自己先说一说 我们来听伙伴的分享 我很喜欢葡萄沟 因为这里不但水果多种多样 葡萄五光石色 葡萄干很好吃 而且这里的老乡热情好客 所以我很喜欢葡萄沟 同学们 你们知道吗 在新疆还有很多特色的景观和事物 期待你去发酵哦 那么同学们 在前面的学习过程中 我们知道这句话 写出了葡萄的特点 那么你自己再读一读 说一说 作者是怎么写葡萄的 来听伙伴的分享 这句话开头 一大串一大串 写出了葡萄多 然后具体列举出 有红的 白的 紫的 暗红的 淡绿的这些颜色 最后再总结说 五光石色 美丽极了 这样就把句子说具体了 我们也可以学习使用 这样的句式 来说一说 比如这句话 公园里的花 公园里的花都开了 有桃花 杏花 迎春花 最后可以怎么总结 从颜色上 总结说 五颜六色 美丽极了 从气味上 总结说 香气扑鼻 令人陶醉 再来看这句话 我们怎样把同学们在操场上的活动写具体呢 我们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 生活中 同学们在操场上 有的跳绳 有的跑步 有的打羽毛球 处处欢声笑语 热闹极了 这样我们就把句子说具体了 下面我们规范端正整洁的书写汉字 这节课我们要书写上下结构的克和式 半包围结构的起和老 我们先来看克字 在书写的时候注意 上部扁窄 下部高宽 手笔的点在竖中线 下面的口在竖中线偏左部位 再来看式字 手笔的点在竖中线 长横盖住下面的筋 墨笔的竖正好在竖中线 一起来看起字 起字在书写的时候注意 走字的三横都在竖中线左侧 一个长纳延伸到挤的下面 最后来看老字 长横从横中线起笔 长撇从右上格 穿过田字格中心 撇向左下格 同学们 自己开始练习吧 注意写字姿势 你写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这位同学的写字作品 你看 他就做到了 规范 端正 整洁 而且他还关注到了 关键笔画的位置 同学们 这节课 我们一起去欣赏了 葡萄沟的优美风光 课下 请同学们向家人介绍一下葡萄沟 下节课 我们将走进语文元第四 同学们 再见 再见